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7日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一场活动中称 是他本人在经营自己的社交平台Telegram账号自己撰写所有帖子 报道称活动上有人向梅德韦杰夫提出有关其发布在Telegram上的贴文问题 对此梅德韦杰夫回答说您怀疑是我本人在做吗 因为那里是的 有些东西相当尖锐您非常清楚没有人敢替我写这样的东西 他只会感到害怕 他会说你是疯了还是怎么只有我能做到 自俄罗斯于今年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已有近10个月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梅德韦杰夫以多次代表俄方表态 是莫斯科对外发声的重要渠道之一 同样报道该消息的新社提到梅德韦杰夫 禁止在Telegram账号上发布美国恐怖影片闪灵巨照 讽刺西方国家对俄石油价格设置上限一致 综合俄新社VST.R新闻网等多家俄美此情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12月3日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发了这张剧照 图中男主人工杰克托兰斯正在雪天挨洞 他给这张图配文称 我们终于做出了关于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的决定 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